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加分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三集的行走世界 今集我們仍然有親愛可愛的嘉賓主持 大家好 我是Tasha Tasha 又見到大家了 另外有位盡男穩重 不是我盡男穩重 我不是盡男 不過我介紹一下自己 Simon 我叫Simon 公司名稱為Lavinia 意酒方 專門做意大利酒 今天我來之前 Woy問我帶甚麼酒來 7月剛去意大利 Woy看了我的Facebook 所以我帶了我去過六個區 那些六個區我去得很辛苦 總共去了 直近三千六百公里 有多長 三千六百公里 你股市經常說八千里路 那就去三千公里 三千六百公里 去多少個地方 去六個區 那天去了一個星期 我先解釋一下 意大利 整個意大利 整個意大利 有150萬英帽 葡萄原地 整個意大利的鄉 有二十個產區 那二十個產區 也是意大利的行政區 所以他去了六個區 六個行政區 認定六個產區 也很多 你繼續說 那次 Woy說得很清楚 第一站 我們先去的是 阿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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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威尼斯下面 威尼斯是獨立區 威尼斯下面 法羅倫斯中間交界 這個區有什麼特別 其實大家很多時候都會吃到 意大利 巴米 巴米 布蘇圖 沙拉米 這個區專門做這個區 但其實除了做酒 做Palmaham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很出名的 都是那個地方做的 什麼 是什麼 Moderna Moderna做什麼 Moderna做什麼 對 就是法拉利 很多名的車 都是那個地方 有Ferrari 有Macerati 有馬薩拉提 奧斯特馬廷 也是那裡做的 奧斯特馬廷 我不清楚 不過是杜卡迪 杜卡迪 杜卡迪是很出名的電單車 也有做的 其實 Moderna 可以分開為一個商業區 和一個專門做農作物 食物方面 當然我們說喝酒飲食 一定說酒 現在說酒 在那個區 很多時候都會喝一種酒 叫做Lambosco 這酒 Lambosco其實是很出名 對於歐洲人 甚至義大人 其實是很出名 但對於我們香港人 或者亞洲人 這些酒其實不是很出名 就算知道也不想喝 為甚麼呢 因為這酒是氣泡 Sparking的紅酒 我想很少很少有 現在開始有少少澳洲都會有 做Sparking 但以前是義大做的 Sparking紅酒 真的不錯 我們再介紹一下 其實香港人比較少喝 因為大部分人都會喝 紅酒 白酒 或者白的氣酒 比較多 Lambosco 不是太多人認識 但其實在 Amini Vumella 這個地區 其實很多人喜歡喝 為甚麼 因為它配的食物 配得剛剛好 例如配芝士 有Parmagiano Vigiano 那些很強的芝士 很強的芝士 Vite芝士 還有沙拉米 Posciutto 但其實上來講 我們香港人 雖然這類的食物 或者比較少一點 但其實有種食物 都很適合配 如果我們去燒烤 對嗎 燒烤很適合配 燒烤甚麼都可以 再加麥陀進去 再燒多一點 然後去配就行了 你繼續講 我繼續開 好 我們去到這個酒莊 這個酒莊其實已經是全自動化 最早期是1938年 這個酒莊已經成立了 它現在有的原油超過30公斤 它的產量已經是自動化 就是192年前 Lamoscop大致分開為三類 一個是Sekko 所謂Sekko即是不甜 Dry乾 另外第二種是Amabili Amabili比較甜 第三種是Dorcha Dorcha比較少一點 Dorcha即是甜 Dorcha即是甜 Dorcha很甜 Dorcha很甜 今天我們喝這個酒莊 就是Sekko 對我來說 我比較喜歡Sekko 因為Sekko配的食物 可以多元化一點 譬如我們配剛才說 燒烤的烤肉 即使我們不是配烤肉 如果食物比較重口味 都很適合配 我們試試 我一開始喝 其實十幾年前 我喝Lamboche的 是甜 所以比較不太討好 這支Dry 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再教大家聽 意大利的飲性如何說 Sal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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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另一個意思 表示Good Health 意大利很喜歡喝酒的時候 Good Health Salute Salute 其實法國 意大利 西班牙都說 那樣 發覺就順便 越喝越健康 越喝越健康 這支酒如何 不錯 但我想你比較意見 為何你找這支酒出來 雖然是Salute 它含的糖分也不太高 但我喝這麼多一支 Lamboche 比較高 果香味很重 但喝到它不甜 你不會喝得太膩 但有一點氣泡 你可以在夏天喝 因為有時候我們喝紅酒 三十多度 你不是很想喝紅酒 那你就要喝白酒 但有時候配飲食 喝白酒 即是BBQ 又不太合適 所以意大利人 發明Lamboche 沒錯 挺有趣的感覺 其實我告訴你 之前你喝過的 是Amaboli 其實Amaboli 在意大利也有一百人喜歡 即是甜的 意大利氣泡紅酒 但原來最喜歡喝紅的 Lamboche 你猜是甚麼國家 他們會出口出口很多 並不是意大利本身 希臘 原來是美國 美國人很喜歡喝甜的 其實我說錯了 以前應該是俄羅斯 俄羅斯最喜歡吃甜的 喝甜的 甜到要暈倒 俄羅斯 美國也喜歡 但我們本身比較喜歡 其實整個歐洲 吃甜品都很喜歡 不過不是喜歡喝甜的 平常喝酒就不喜歡喝太甜 吃甜品就吃得很甜 對 但他們吃甜品 就不是用這些去配 大家要留意 例如我們喝酒 他們會放在最後尾段床 我們會用甜酒去配 但通常不會用Lamboche 會配 我們會用Pasito Pasito分了兩種 一種是白的Pasito 另一種是紅的Pasito 我們稍後會再說 這支Lamboche 除了果香 氣泡和丹寧 因為我們喝氣泡酒 通常都是沒有丹寧 喝香檳也好 喝Sparking也好 但多了丹寧 就可以配不同的食物 沒錯 烤金已經多了 還有什麼特別呢 Lamboche 如果我們先看提子 它們本身丹寧 比較薄些 比一般的紅葡萄薄些 最主要是皮比較薄 但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們的果很強 果葡萄本身是果很強 如果是做普通的紅酒 就非常之不適合 當然 現在來說 是有八種不同的Lamboche 即Lamboche 分了八種不同的 八種不同的 出來後 有各種分別的不同 有些如Sobara 就比較酸 會比較輕鬆 如果像這款 就叫做Messury 會比較乾淨 還有Fruit 所以這個其實也不錯 Tasha 你喜歡嗎 OK 這個很可愛 因為我第一次喝Sparkling Sparkling紅酒 這次是第一次 不錯 這個給大家很容易接受 而且喝多幾杯都不怕 因為有時候太甜的時候 你開頭喝多幾杯就很膩 喝不到 沒錯 它不會太膩 這件事 亦是好的 有時候我們 帶酒去吃飯 不可以有油膩 又紅 一次可能會撈亂 上中菜也會撈亂 上中菜 一開始去了 乳豬 中間有魚 然後又是後期的東西 就是暖了 跟他中菜的話 這架酒 可能帶一枝酒 都可以適合 是啊 沒錯 亦是不錯的 Lamboche 我們說過 還有什麼區 可以說一下 過了Lamboche 之後 阿米你會不會說完 我們接著 或者有什麼補充 其實有的 因為這架 喝起來有什麼特別 我也想知道 大家會不會覺得 它是比較細微的 它會覺得 我是正常 正常細微 也不算太細 因為其實Lamboche 是一種氣酒 好嗎 它的氣酒 有分開為有兩種 一個就是Spermante Spermante Spermante 就是很多很多氣 是三個巴以上 叫Spermante 但這個 我叫Fresente Fresente 表示 泡氣在2.5巴或以下 這個有什麼好處 就是我們喝的時候 會喝到 嘩 不會太多氣 對 但是 幼細的泡泡 未必關乎 其實它的酒莊做得很特別 為何我做到這個酒莊做得很小 就是原來它在第二次發酵 第二次發酵的時候 就放足夠時間 放兩個月 要放兩個月 第二次發酵 因為我們做這類酒 我們有分口 或者是第一次發酵 我先解釋一下 我們先解釋一下 一般酒 我們做酒的白酒 或者做紅酒 它都會是葡萄 浸皮 汁液 接著有糖粉 有酵母菌 發酵 發酵成了酒精和炎發酵 我們這個第一個 一般酒做的 一個淨泰酒 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叫做第一次發酵 亦沒有第二次發酵 但你做完淨泰酒 想做一個氣泡形的時候 你就要用第二次發酵 沒錯 第二次發酵是怎樣 第二次發酵 如果發酵的話 我們要再加YS 再加些糖 然後做第二次發酵 但問題是發酵的時候 你的時間夠不夠 如果你是很闖粗地去做的話 譬如說不夠一個月 你都可以做到 不過問題是 你的譜泡是太過操作 還有一件事要說 第二次發酵 你在哪裡發酵 因為第二次發酵會分 在不受光銅發酵 或者在酒瓶發酵 第二次發酵 其實第二次發酵分了兩種 一個叫做 Methodal method Methodal classical 這個是在香檳那邊做的 我講以前 現在不會 以前的Lamboscope 都會這樣做 因為那時沒有 Pressure tank 在那時 就會用瓶裏做第二次發酵 因為近幾十年 慢慢進展 開始會用 Pressure tank 所以說 現在還有沒有用的Todal method 應該基本上絕跡 這個Lamboscope 其實是因為 它不是太貴的酒款 因為香檳要很貴的酒款 所以它會在瓶而似跑 瓶裏面的成本很高 所以不需要香檳這麼幼細的氣泡 也不需要那麼多 所以它會在 Pressure tank 一個大的不鏽鋼 用氣壓控制 到2.5巴 然後發酵兩個月 讓氣泡散出來 就會比較幼細 所以喝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嘩 喝下去有足夠的泡 有啊 即是有泡可以又有水 而且微細 會覺得很舒服 不會像什麼 不會像汽水 啤酒 嘩 很多泡 但很粗 這些就有好處 而且很適合我們夏天喝 剛才說 夏天喝 差不多了 有沒有補充 可以再去別區 我們第二支是什麼 第二支是Poseco Poseco其實是在Vernetto區 其實整個Vernetto區 都有很多地方做Poseco Poseco就是白葡萄的氣酒 Poseco也有它的定義 一定要有85%以上的Gloria Grapes去做 才可以叫Poseco Vernetto就是威尼斯地帶 整個威尼斯 其實是威尼斯 那個中文叫什麼 威尼斯 威… 威洛納馬 不要緊 威尼斯其實是一個大的行政區 中間之中最有名的首府是什麼 就是威尼斯 我就去那一塊地方 出產Poseco 其實Poseco全世界現在 在這十年裏 他酒不喝酒 是不是最多人喝 他們不說Smart King 他要給我一杯Poseco 已經侵佔香檳很多 因為香檳貴很多 也會覺得一開始喝香檳 奢侈一點 我想要清爽一點 因為香檳比較濃厚一點 但Poseco比較清爽一點 所以他們會喝Poseco更多 這個酒莊 製造這個酒 有些特別一點 我們除了用Galara之外 也加了大概十個百分比 所以這個90% Galara就是用Poseco 用那個提子來做 那個提子叫Galara 一定要用Galara 但現在就開始 不用一定用Galara 不用一定百分百 就用回很出名的 國際性葡萄 叫做Sardone 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分別 Galara和Sardone Galara其實是做Poseco的主要葡萄 而它也有一個要求 一定要有85%或以上 才可以叫Poseco 如果少了85% 就不可以叫做Poseco 所以有些酒莊 就想做得多複雜一點 不要借到Galara 因為Sardone層次會多了 又厚一點 Minorati也會好一點 沒錯 或者另外Mogela的白色水果味 那麼少 Sardone會多其他水果色的味 沒錯 還有在Minorato區也有很多地方 在做Poseco 但一定要有一個區 那個地方出的Poseco 才是最美 亦是那個區才會拿到DOC 一般我們說的 什麼叫DOC DOCG 是意大利的法定產區管制 最高級別就是DOCG 然後再低級是DOC 然後IGT 即是穿走 最低級是Table Y 這一個是意大利最高級別的 叫DOCG 沒錯 生產這個區的地方 就叫做Coloriano Wadubiaden 這個很貴死難記 其實兩條村加在一起 是很難記 因為其實一邊就是 Coloriano就是在下面 Wadubiaden就是在上面 其實一定要在這兩個區之間 這裡的Vinia 做出來的Poseco 才是DOCG 一般我們在酒吧喝的 其實DOC 只有幾十元支 這些就貴很多 沒錯 貴快一點 本來我就不想開 不過現在我們教大家 歐國益文 這麼美的酒店可以不開嗎 一般人開香檳或氣泡酒會很害怕 其實很容易 他們本身這裡是有C字 C字一撕開 OK 不過這個就撕開 拔開這個東西 不用怕 因為我們有鐵線包著 現在不會彈到來 所以開了 然後對著有鐵線這裡 鐵線這裡我們按住 這裡就 OK 5下 1 2 3 4 5 5個半 6下 就結束了 然後一般人會拿開這個東西 拿開東西的時候 有機會彈出來 你們會按住 你們會這樣拿嗎 我們不是的 Gini加分了 拿著這個下面 OK 轉下面 2 3 那就開了 好 好 好 可以洗一下杯 一般是拿這個包著來洗 洗一下 這樣就這樣 大家洗一下杯 這樣就 Lori 不用用水洗 用水洗就會弄淡酒 應該Lady First 你再介紹一下 對 我們不可以冷場 介紹一下 Posecco 其實我們喝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有 不同的香味和氣味 當然我們這個酒 也不可以跟一般的香檳比較 香檳我們喝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有很多 因為它的複雜性比較高 缺少一點 最缺少的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Easty Easty 餅乾的味道 這個一定不會有 這個不會有 不過會有什麼味道 因為這個其實都做得不錯 如果大家喝的時候 應該會喝到很多 Green Apple 一定會有 Green Apple 酸酸的 對 還有一點Peach 你 綠蘋果 青蘋果 配海鮮 配白肉 配沙律 那些是完全沒問題的 還有芝士 一定可以 但沒有不同味的芝士 對 這帶有什麼芝士 我會覺得配一般 普通的Light Cheese Light Cheese 可以 因為我們配食物 應該是以濃的酒 配濃味的食物 如果你是薄一點的酒 就配薄一點的食物 好像這類的Sparkling Wine 我們通常說 As a starter 我們會配一些 Light的前菜 我們這一集 閉一眼 晴迷意大利 就已經完了 第二瓶都未開始喝了 但我們還有幾瓶酒 那怎麼辦 Simon 繼續喝 喝就不要緊 但我們應該要留多你在這裏 錄多一集 好嗎 好 謝謝 SALUTE 今集的行酒世界又完了 記住 回來第四集 第四集 收看我們的行酒世界 情迷意大利 更加精彩的紅酒 帶給大家 SALUTE SALUTE